中国航空发动机研究院 航法院主要承担航空发动机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 基础与应用技术研究 共性技术研究 仿真技术研究 研发体系建设 信息化建设 对外合作和集团内技术交流等工作 旨在促进我国发动机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并为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基础研究管理提供重要支撑 为进一步加强航法院的人才建设 做好相关业务紧缺人才配备工作 决定对航法院战略与规划研究中心的科技情报岗 进行社会公开招聘 信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招聘岗位及需求战略与规划研究中心 科技信息研究岗、俄语 二、岗位职则一 负责跟踪、分析和总结航空发动机技术、产品、产业集中和动态 二、负责开展相关信息资源、辅助工具、工作平台等基础桥检建设需求论证 三、负责与国际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专家、学者等的学术交流、科研合作等工作的协调管理和翻译工作 四、协助完成院国际合作相关业务工作 三、惹职要求一、三年级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年龄不超过35周岁 二、本科级以上学历、具有理工院校俄语专业被请者优先 三、听同俄语的听说读写 具、为良好的中俄同声传译、材料辟语能力、具有俄语专八、相关翻译资格者优先 四、掌握一定的航空专业或航空发动机专业词汇的中俄翻译能力 五、了解航空发动机专业知识、理论、了解情报研究方法、了解国内外航空发动机发展动态者优先 六、具备良好的组织协调、沟通交流能力、较强的洞察力、反应迅速、思维活跃 七、特别优秀者、各时当放宽条件 四、招聘程序 本次招聘分为责任报名、简历杀选、测评考试、面试、组织研究确定、背景调查、聘用到主要环节 五、报名时间、方式及要求二 报名方式 您聘人员请登陆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人才招聘平台网址 招聘 AECC.CN或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按照以下流程进行报名操作 一点击社会招聘入口 进入社会招聘平台 二、注册个人账户 并登陆三点击我的求职 熟诗填写个人简历四点击招聘职位 选择中国航空发动机研究院的科技情报杆进行申请操作 三、证明材料 报名者需提前准备以下相关证明材料原件 随时准备提供给航发院审查 一、学历证明材料 全日制和在职学历 协谓证书原件 二、今年来主要工作业绩材料 包括职称、称果、荣誉奖励等相关证明材料 四、说明事项一行发院将顶期查收招聘平台上的申请简历 并对付和要求者发送参加测评考试通知 二、应聘者应对提交材料和报名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翻弄需作假者 一经查时 立即取消应聘或聘用资格 三、填报信息中不得涉及国家秘密和企业商业秘密 四、航发院将对个人简历及其他材料进行复制存档 并根据需要对招聘的全过程或部分环节进行书面记录、录音、录像并留存 五、航发院将报名情况和报名者个人信息 视作个人隐私予以保护 不对无关人员透露 六、联系方式中国航空发动机研究院人力资源不联系人 白云汉联系电话 010-668-0589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顺青路 21号主编 女人的七千山 촌草